继续来种花 这一次要种一个非常有个性的花 就是这个金鱼钓篮 金鱼钓篮它开的花是一个非常像金鱼 等它花开满汁的时候 就像一条一条金鱼 在这个草丛中游一样 非常好看 而且它的叶片绿油油的 肉嘟嘟的 反面还是这种红色的 非常的漂亮 另外这个金鱼钓篮 它不容易得病长成非常的好养 接下来就去给它挑一个盆 这个金鱼钓篮 它是肉之根 所以最好选择这种 透气排水性比较好的花盆来种 比如说泥盆 桃盆 紫砂盆 不要用太深的盆种 还有就是很多人养这个金鱼钓篮 会把它给钓起来一样 因为这样会更好看 但是这种钓篮 普遍这个透气排水性不好 那么要怎么办呢 那么选择的土的透气排水性一定要好 我也是想把它挂起来养的 所以我就选择这个口径20厘米左右的吊盆种 这样是不是很好看 接下来就是配土 刚刚有讲这个金鱼钓篮 它是肉之根 所以这个土的透气排水性一定要好 千万不要用这种太粘重容易板结的土 比如说这种沉碎的田园土 用这样的土种的话 这个金鱼钓篮就非常容易烂 一般常用五份服液土 加两份合砂配置来种 我就用自己配置的这个黄毛土种 在这个盆底加点土 想买这个土的花油 可以微信搜一搜立下园艺就可以找到 再把这个花取出来 这个是好多颗在一起扦插的 这金鱼钓篮非常好扦插 继续加土 四周给它压一下 再给它浇透水 这样就有浇好了 用这种盆种这个花的话 底下的这个塞子 在每次浇完水之后 都要给它取掉 把多余的水给它放掉 切记这一点非常重要 再把它拿去缓凉 把它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 缓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 小改变 还可以 有挺好的 吴马 大 也可以 我 感谢观看